大家好,欢迎来到宇宙天文馆 在我们的认知里,我们总认为浩瀚的宇宙深处是无尽的黑暗 而平时看到的宇宙图片又是彩色的 它们绚丽又神秘 但这只是别人加了滤镜和用PS合成的 那宇宙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呢? 其实已经有研究人员确凿地证实了宇宙的颜色 它是米色的 这种颜色被称为宇宙拿铁 早在2002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 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 它们最初在2001年收集了大量的光样本 之后就给出了宇宙的颜色 研究人员认为宇宙是一个稍微不那么吸引人的绿白色 在2002年他们发布了一个修正案 声称来自20万个星系的光的平均值 一起呈现出来的是米白色 其实发现宇宙的颜色本身是一个意外 实际上天文学家们是为了理解恒星的形成过程 收集了来自不同星系的光谱分析读数 以检验恒星形成的时间和方式 最后研究者们成功地发现 大部分恒星是在50亿年前形成的 但是很快的研究人员就意识到 这些光谱分析数据的收集 给了它们从地球上看到宇宙是什么颜色的能力 那些遥远的星系发出的光 经过10亿光年的距离到达地球 它们的光波趋向于纯白色 这是由于来自年轻恒星的光 更接近它们的初始形成 那又是为什么要选择宇宙拿铁这个名字呢 这都要归功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天文学家小组所做的投票 其他知道的名字包括有宇宙奶油 卡布奇诺宇宙等等 令人惊讶的是宇宙拿铁并没有真正赢得投票 当时投票结束时 研究人员决定放弃投票 直接选用宇宙拿铁这个名字 其实这个名字来自天文学家彼得·德拉姆 他当时在星巴克边喝拿铁边读华盛顿邮报 报纸上发表了一张宇宙的照片 他意识到他和他的拿铁有着同样的颜色 于是便有了这个名字 这是科学色彩命名过程中的一个突破 如果用一种相当无聊的颜色来表示 那就是16进制的FFF8E7 各位小伙伴们 下次你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要记住 你看到的不是黑暗 而是宇宙拿铁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想了解更多有关天文的小知识 记得关注我们